字幕提供 康瑋伯近期將事業中心轉往大陸 而十二日他參加在杭州舉辦的音樂節 帶來多首金點歌曲 讓現場氣氛嗨到最高點 但沒想到當天現場導播 捕捉到台下觀眾的熱情畫面時 竟然有一張康瑋伯的黑歷史照 被翻拍在螢幕上 讓他事後也苦笑的指呼 因為粉絲們舉的照片 正好是潘瑋柏好多年前的舊照 之前還有多次被粉絲笑說 好像有點神似金正恩 和以前偶像形象很不一樣 不過該片天文曝光後 粉絲都紛紛安慰潘恩帥表示 哥你現在是帥的 被笑說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實在是很搞笑啊 哈哈哈 究竟 什麼事 都吃解決了 수도在 感谢观看